另外一款最新有业绩公布,我们讲讲中国平安 太阳星辰来的,它是49元买入的 中国平安最新出了的数据,少赚了29元 至1016亿的问题,末期息是1.5元的 当中华夏幸福的相关投资的资产进行 就简直计体是432亿 还有受险和健康险的业务,新业务价值 就跌了两成三的,去到378亿的 看到中国平安现在早段跟随大市向下,跌了2% 你怎么看盘数,还有49元买,现在都在赚钱 你建议它应该怎么处理呢? 我觉得可以先拿着,因为一来 这次当然你看大数,所有东西就不太好 但是刚才Wendy也有说,其实一大部分的拖累是来自华幸福事件的减值 其实去年上半年已经见到这个因素了 所以其实这个不是一个新增的负面情况 反而你从那个减值的压度上看 其实就下半年没什么一个很明显显著很大幅的增长 就是似乎这件事呢 其实应该慢慢是能够过去得到的了 就是因为你讲真的,减值或者是相关内容的问题 都是偏向比较一次性为主的 就是你减值够,或者是解决了 但是反而要多多只之后反而复回来都可以 所以我想未来这件事就未必我会再困扰的了 所以如果你说以回这次的构条华幸福事件来看 这个数据尚算是平稳,或者是符合预期 因为你看一些本身的核心业务 就先提到一些保险业务、售检、个人因素来计算 虽然新业务价值是要下跌的 甚至保费也是要下跌的 但是因为始终去年大家是本身都有这个预期的 因为前年一来的基数相对还是算高了 二来就因为去年那个 整个行业竞争是大之外 部分的险期,评估自己都是 在做内部一些结构的转型 所以这件事呢 认到那个 就是盈利水平有点反复呢 其实不奇怪,但是今年年头回来 其实呢 很多大行都已经开始对保险股 今年的看法是正面 一来觉得新业务价值 和保费收入 未至于按年有个很大的胜负 但是慢慢会回滚 有个升势出现 可能一个比较低单位数的增长 也好 因为对比过去跌 现在可以升回 其实算是比较好 所以这个股值上讲 大家觉得是有一定的 就是看着乐观点的 的憧憬在 所以其实如果二分平保 我觉得是 继续适合一些比较中善的市友 更何况观众 49-50元未到买落 其实算是一个 比较低的位置 那还有 我想它的好处 都是有 不错的收息条件 就是现在 计算这次 再增加了 分同比例来计 其实都有 4-5L的一个 息率 其实不是一个 低的选择 都是一样 如果你说今年能够 譬如A股 都继续做得比较理想一点的 那我想对分同股 都更加有一个支持 那所以我会建议 其实可以先拿着 就算你不是说 太过长线 我想刚才说到的好处就是 你在50元楼下买 算是买得OK的 位置 那所以你不妨可以继续 那你留意 如果 当然中长时间 都可以拿着 但如果不是的 那你就可能留意 过去 这几天的走势 因为他刚刚这几天的走势 其实由3月10 几号开始 那个下急跌之前 其实那里有个下跌 14号 和15号 有个下跌的裂口 但是去到 前日 就是16号 和昨日的17号 又有个上升裂口 其实很明显地 有点点 类似 底的一个格局 所以 我想你留意着 这个裂口的range 其实两个裂口的底位 大概都是 45元 附近左右 那大概都是50元 边附近左右 那我想如果短线 你要定个 可能你藏位 就真的有裂口底位 如果裂完裂口 再会的 那你就穿50元 可能考虑 走 就是到时都是平手的 就是不用怎么输 那如果这些裂口位 不穿 不保 不成 继续以分的倒影 第一个走上去的话 就算不要说太长线 我想暂时的条件 望法挨近58至59元 做一个短期目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